那麼多人欣賞 為何終於會選一隻鄭少秋呢? 你欣賞他什麼呢? 很有趣 我初初很討厭他的 我們EYS是做同事的 你知道他那個人是不是 都是見到任何人都很口花花的 漂亮女人 我經常覺得 這個男生一天都討厭到死 不理他 你有沒有討厭? 他不會連我這麼肥 連我來幹什麼呢? 就是這樣接觸多了 是 接觸多了我就發覺 哇 原來他跟外表是兩回事 那就開始媽媽媽 又了解而到欣賞 那就是這樣 那是你喜歡他先 還是他喜歡你先 這個東西不知道你去問他 他喜歡我才認 你找人請他吃飯 叫他來飯 那開始 你們一班人開始 就開始只有你跟他去街 是啦 在一起十四年 離婚這兩個之後我提出 那 就這樣分手了 十四年 不過我覺得那個timing不好 剛剛生了個女兒 我當初也有說 既然你是有了第二個 既然你覺得跟我是很多地方不嫁的 你不叫我生 我覺得 男女之間的感情是沒有得勉強的 合得來不合分 但是 當你有了那個弟弟那時候 我們雙方面都應該為這個弟弟盡一點點 很難的 因為我覺得 一個弟弟的伸長在一個單身家庭裏面 他是不開心的 我相信 阿欣怡在你的分途之下的成長一定會相當不錯 但是他會不會有壓力呢 因為他試過瘦過了 我覺得他現在沒有什麼壓力 他經過去年那一役 我覺得 現在任何事情 都對我們倆母女來講 是一件很小的事 即是去年白雪公主一役 還有二哥金曲一役 二哥金曲一役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不關我的事 我知道 我要大家明白 真是 二哥金曲 他親吻吳卓希那一役 真是不是他寫出來的 是劇本寫出來的 王子救了公主 公主仔親吻他一役多謝他 我就不知道這一役就可以惹你更大的禍端 我也不知道 跟著就好了 一路就延續下去了 揚群心理 所以我也覺得 對我女兒來講 她的成長過程來講 是很不公平的 張國榮說 在他的遺書裡面 寫到唯一在圈內要多謝的朋友就是你 其實你跟她的關係是怎樣的 其實你心目中 理想的丈夫或男朋友是怎樣的型格